第二个叫做颠倒理由的视察意 也就是说他依靠的这个理由 不定或者是不成的理由 而一口咬定成立真实 不定因 什么叫不定 就是说我们同样的举例 这个是大家比较会举例的 在音名当中 山上的那头有火 因为上面有灰色的东西 但实际上呢 如果你确定它是烟 它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理由 可是如果你只是说 它是一个灰色的东西 可是这个灰色的东西 它有可能是烟 它也有可能是雾 也有可能是霾 现在是雾霾 所以如果是烟或者是雾霾的话 它不能成立 它一定是有火 所以等于是说 这个理由呢就变成 它有不可控的因素 或者说它有 不是绝对成立的 有可能成 也有可能不成 这个叫做不定的因 就比方说我们刚刚前面讲过了 这个地方 河的对岸有水 因为有水声 以过去来讲的话 有可能这个是一个真正的理由 但是以现在来讲的话 有可能那边再放一个音乐 就是放一个自然的水声的一个音乐 所以这个有水声 以现代的科技角度来说 以前那个年代可能没有录音设备 没有什么的时候 有可能是成立的 但现在的角度来说是不成立 它会变成一个不定音 就是因为真正的水在流的时候 它也会发出水声 可是如果我只是放一个 用一个很好的音箱 制造出一个水声 一个音乐的这个效果的话 它也有可能没有水 所以有水声这个东西 它就存在了 有可能有水 也有可能没有水这种情况 它就变成一种不定的音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 不一定是真正的理由了 那么 所以它如果用这种方式 推断出来的结论 刚好 又恰恰刚好与事实相符的时候 这样子它就变成了 就是不定理由的视察意 比方说那个地方有水 然后因为那边有水声 结果呢 真的是有水 这个水声它刚刚好是 真的是水声 自然的水声产生出来的水声 这样子的话 它就变成不定理由的视察意 那么不成音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完全就没有逻辑的关系的一个 音大家都知道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道理 或者是原因的这个音 完全没有逻辑的一个原因 比方说 这个山上会有火 因为我看见牦牛 可是牦牛跟火 有什么关系 或者说 我这个山上一定会有火 因为我看到了草 草烧起来是有可能变成火 但是如果草没烧 你光是看到草 你不能成立它就是有 所以这个理由跟那个火 就完全不相干 这个叫做不成音 就是没有办法成为它的原因跟理由的 这种的方式 但如果你真的后来因为这种不成音 后来真的发现那边有一个火 那就是刚好瞎妈碰上十号子吧 总而言之 这个情况之下 它也可以叫做一种颠倒的视察意的一种 然后还有一个叫不定理由的视察意 第三个不定理由的视察意 就是说 它 不对我刚刚讲错了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叫做颠倒理由 颠倒理由的视察意就是说 它虽然有一个理由 但这个理由呢 它是不定音或者是不成音产生的 下面这个是不定理由视察意 也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根本不知道 按照这个英明所讲的这种 三项推理的方式 但是他却自然而然想当然了 或许他过去世也是一个班智的 或者说他过去也学过英明吧 不知道 反正总而言之 人家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他说 住职是无常的 因为他是所做的缘故 这个 这个 如果懂得三项推理的人 实际上会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先解释一下所做吧 因为我发现 包括我自己在以前 在汴京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困扰 就是什么叫所做所做 我总认为 从藏文里面 叫虚把 虚比虚 虚把就是造作的意思 当然它是一个过去式的时态 我们藏文的话就是 Gawa Chujan Mabak Bata 虚比虚 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子一个 一个论识是这样子的 中文就是说 柱子 Qujan就是油法 Mabak Bata 就是事无常的 原因 理由就是 它是所做的缘故 这个地方的所做 它并不是说 柱子是人工造作出来的 或者是机器做出来的 这个叫所做 我最开始的时候真的以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那个时候 为了这个所做 我被 就是变境的时候 这个头脑 这个被人家 这个绕三圈很多次 这个地方所谓的所做 它讲的是 因缘和合的所做 不一定是要你很粗大的肉眼的那种的造作 才叫所做 它只要是因缘聚合的都称之为所做 就是说 缘起法啦 怎么样 只要是缘起法的都能够称为所做 所以 如果它是所做 它是一种缘起法 因缘和合 因缘所造作的 因缘所做的一个法的话 它一定会是无常 这个大家可以去观察 没有一个因缘法 它是很长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 如果懂得三项推理的人 你去按照这个论事也好 这个公式去推理的话呢 它是正确的没有错 可是呢 如果有些人 他根本不懂得这种三项推理 他只是自然而然的认为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而且是一种自己估计的结果 它是因为它是有违法 或者说它是所做的缘故 所以应该是无常的 英明前派就认为说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 因为他不懂 所以并不是因为他懂了之后 才这么说的 而是他不懂 但自然而然这么说 然后刚刚好恰好 他的这个理由又与事实相符 等等 所以它就是属于 不定理由的视差异 在这个飞量上面的说法 尼玛派的 麽帕尼波切的观点 跟英明前派的说法 基本相同 但是究竟的理去 或究竟的意义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现在目前来说 我们就以萨迦班智达的观点来说的话 他颠倒理由 没有理由 或者是不定理由 这些的视差异 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 如果真实可以观察 应该归纳入 犹豫式当中 那么除了怀疑之外 并没有存 就没有存在这些什么有的没有 他认为 其实商家派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不管你是 只要你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百分之百肯定就是你要嘛 限量见到 要嘛就是笔量 这个笔量的 这个是真实笔量 就是他的笔量的推理是真实可靠 百分之百确定 除了百分之一百以外 百分之九十九 全部都属于犹豫 就哪怕 一定 大概 可能 maybe 就那种 所有的 不管你有没有理由 颠倒理由 什么理由 只要没有 百分之百的确定 他认为 全部都含怪在 犹豫式当中 因为他认为 这个除了怀疑之外 你实际上并没有确定下来 他就除了怀疑之外 没有其他的 不需要再分成这些东西 而 Meponium的观点 他就认为说 视差异是存在的 他包括在 不误式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 没有明误的 那个不误式当中 所以 我们自己去观察 自己的情况 其实很多人会有 尤其是一些 一般人 我们会按照自己的习气 或者习惯在走 所以很多时候 有没有这个视差异呢 有没有常常说 估计这种心态呢 肯定是有的 常常会说 估计啊 可能啊 会啊 这个大家 作为凡夫来讲 都会有这样子的心态 那么 这种心 它是不是正量呢 不能够安利在正量当中 但是呢 也不可以 也肯定不是怀疑 为什么 如果按照尼玛派 这个Meponium的观点来讲的话 比方说 我们认为前面可能有水 在有水的心态 作用 没有间断的同时 你又认为 它可能没有水 这种三心二意的心态 我们才认为 它叫做怀疑 也就是说 Meponium的观点 认为的怀疑是 50% 就是它是50% 可能会来哦 又可能不会来哦 就是这个 可能跟不可能 它刚好占比一半一半的时候 它认为这个才叫做怀疑 跟赛拉班子达不一样 赛拉班子达认为 你只要99% 没有100%确定之前 全部都有怀疑 只要还有一种 不确定因素存在 它认为都叫怀疑 可是 尼玛派的 Meponium他们认为的是 超过50%以上 70%80%可能性的时候 这个就不能叫做怀疑了 它只能叫做不悟 就是没有明悟 但是实际上 它成功率 或者是可信性 已经很高了 当然 我先是用现在的术语去解释 用百分比去解释 但实际上 在音名当中 是没有这么解释的 所以 怀疑的特征呢 他们认为就是 一种心态的作用 没有间断 我觉得他会来的这种心态 没有间断的同时 我又认为一种相反的 这个客人不会来的心态 他来跟不来 同时存在这种心态 他们认为才叫做怀疑 对不对 本性认为下來 而且正常都有 或者这种心态 相反的 吝隆 BT 即便 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